这样的投资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是7月7号星期四的晚上9点21分 今天老师有比较早了 我之后会尽量找好不好 尽量在8点半 如果我真的做不完我就会用其他的方式 老师今天有做个笔记 今天有做个笔记 所以呢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 那行情的部分呢 我今天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金融市场反应 乌二战士是不是要结束了呢 那景气衰退有不同的程度吗 是衰退还是趋缓 这跟接下来的一个行情有很大的关系 那什么东西是意外的好 好那中国提前要发这个债券 要做这个基础建设 基本金属今天反而是在 刚刚就出现大涨 细节内容老师来跟你做分享 一定要锁定谢谢 好大家晚安哦 好谢谢大家 这个行情大家也辛苦了 昨天直播啊或者是 星期二老师的文章我都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真的觉得这个跌是有点跌的过头了 就是请大家要忍耐 老师昨天也看到一则新闻在推荐的一个影片还不错 好像叫做这个极地求生吗 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在讲一个德国的逃兵如何从北极 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走了一万四千公里 最后回到他的家人身边 那如果你看过这部影片的话呢 我想你应该是会 很多人身上面很多可以克服的事情 应该都会克服 股市其实也是一样的 好那这一波行情来讲的话呢 老师有遇到一些批评指架 我也都虚心接受好不好 因为这个行情老师呢 我们团队也确实有犯了一些错误 但是呢 就去虚心检讨嘛 对不对 一定会越来越好 那总不能够说是 一直去乱讲的 我们的过程我想 忠实观众都很清楚了 好不好 希望我们的操作可以像老师的头发一样 越来越好好不好 好那这行情的话 有这个反弹的讯号 那投资票也是不要掉以轻心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原物料 回到战争之前 那乌尔战争是不是将结束了呢 通膨将转折 这是行情很重要的一个点嘛 中国发在这个事情 然后也跟大家预告一下 老师将来的节目 我会稍微内容做点调整 我会希望控制在45分钟以内 那我的节目 或者是老师的这个五报导航 那我们会来跟大家讲一些 我觉得有机会的强势股 有价有量有族群 那个花莲是好山好水 好无聊嘛 对不对 那我们强势股就是有价有量有族群 好那景气衰退 他有不同的程度是真的衰退很严重呢 还是指这个趋缓 什么是意外的好 我来跟大家做个分享好不好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个通膨的东西 这是汽油的期货 我圈起来的地方呢 就是乌尔战争2月24号发生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汽油价格已经重挫 已经快要回来这个 2月24号这个地方了 对不对 好那这个是原油 其实也精快回来了 现在在95块钱 的一个期货盘 那这个是小麦 小麦其实已经跌回来起账点了 好所以其实人家说说金融市场反应在前面吗 那为什么跟乌尔战争很重要的原油跟小麦都跌回来了 好其实在跌回来的时候我就有在思考是不是乌尔战争有机会 结束了讯号 那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 我当然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 那我还跟投资朋友做个分享 这个是我们国内的媒体 郭正亮应该是委员吧 对不对 他提到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的内容 那其实我们看到一些现象 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个的逻辑是还蛮不错的 他提到说这个 支援乌克兰的这些的国防的东西 送武器过去呢 其实 乌克兰这个地方送的武器跟援助的金额其实已经越来越小了 那甚至有很多的盟国已经都开始不太想要送武器过去 因为有些武器传出来说乌克兰拿去黑市卖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有提到说美国跟俄国做了四项的交易 就是关于北约的事情 希望这个 不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嘛 对不对 然后芬兰跟瑞典可以加入北约 对不对 所以俄国这边也没有再进一步针对这个 立陶宛去做这个演习 再来就是这个蛇岛退出来嘛 让这个粮食可以运出去 这是确实是最近所发生的事情 好 所以从金融市场的逻辑看起来 投资表金融市场已经稍微消化掉这个乌克兰的事情 那我们从这一个一些的一个新闻的内容 我们看起来也有这个机会 所以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你有兴趣看这则新闻 那请记得老师在五月中告诉大家的第二季比较颠簸 第三季是一个很关键 我说到战争最好在秋季左右能够结束 会有利于经济 那因为这个不确定 所以我们先跟大家讲看反弹或足底 回升的条件看普丁 所以现在有些迹象你都可以去看 援助武器跟金融这个东西慢慢少了 而且俄罗斯现在越打越顺手 其实已经是 大家已经断定他应该是会赢了 所以战争的部分很有机会 可能就看到一个终点 那我们是希望在九月之前 所以这是乌二战争的看法 好 那再来我们讲一下周二告诉大家的 就是市场上已经认定现在会衰退了 那就是钱流向一些防御型的东西 我当时是跟大家讲到美元跟十年起国债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在周六告诉大家这个市场认定美国会衰退 大家很悲观 一次认定会衰退 好那我是不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做股票 其实我们不喜欢去拆 那也因为一个基本上的这个原则 所以这一波行情来讲 有些人会觉得说 哎老师你分析是错的 其实我们就是照这个基本的一个原则 来鲍威尔提到要打通膨吗 对不对 要提高衰退的风险去打通膨吗 甚至有人都已经认为是美国会衰退了 然后去放空了 已经卖股票了 这是市场上的行为吗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在周六告诉大家钱进去美元了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告诉大家 你看当时的这个美股还是大跌的哦 还是大跌的 那我是说这根中长虹出去 钱都集中过去之后 那很有可能是高潮 对不对 所以你看当天的这个美国时间期公债 是不是也是下跌 继续跌吗 下去代表钱多到债券里面去 所以钱到债券跟到美元 就是市场上很保守 认为会衰退 这是我们对于市场上的行为的解读 好 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其实看了一些东西 基基基础你要了解 就是我提到 联准会这次利率告诉你要到3.5 对不对 但是美国十年期公债 他已经反映到当时利率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是大概在3.5到4%吗 对不对 所以我帮大家拆解6月中的这个联准会的点证图 我是告诉大家这个升息的路径 然后你可以特别去记得这张图标 我帮大家整理的是结论告诉你 联准会把最坏的路径全部告诉市场 所以我是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市场上知道之后 反映之后 那就是会去接受这个东西 所以你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来 所以我当时告诉你10年载会下来 对不对 他已经反映了 还有这个利率的事情 所以后面真的也跌回来了 正式也跌破山了 好 那正常 塞券持续率下来 股市应该上去 可是没有什么上去 为什么 因为钱到美元跟到 美国的10年级公债去很保守 所以市场上关注的已经是衰退这个事情 反而不是这些什么估值啊 这些的事情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的逻辑 这个跟你操作很重要 今天看的人真的还蛮少的 踊跃帮我分享一下 好不好 来联准会的会议记要在昨天晚上 对不对 昨天晚上已经出来的东西是很鹰派的 但是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这是标普 我做的截图 投资朋友他昨天是上涨 今天的盘中也是继续上涨 那你再看一下美国标普的低点出现在什么时候 出现在6月16号 这代表什么意思 投资朋友 利率的事情 市场上已经消化完毕了 就是我告诉你这个图 所以他升息升级 这个东西 投资朋友 他现在已经不是金融市场的重点 这个已经是已经先反应了 所以为什么昨天这个鹰派东西出来 美股还是涨 所以观众朋友 你要先知道市场上已经接受 他接下来要再升级 3211 我已经讲了 有4次 所以这个市场上 我已经要告诉你这个现象 升息的事情 市场上已经消化跟反应了 现在大家的重点 就是放在衰退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的接下来的重点 就来跟大家谈这个衰退的事情 好 所以一些重要的数据呢 我说7月份很重要吗 对不对 这周六跟你分享的 说周四有这个会议纪要 那明天有这个非农就业的数据 然后还有这个失业率 再来呢 下礼拜三有这一个CPI 所以这今天重点我都会讲到 然后在月底的这个地方 有美国的GDP 跟联准会的会议纪 就是当时要公告升息的事情 市场上已经认为会升三码了 现在高达98% 所以都没有 那这个升下去 市场上可能也是已经都反应了 那这个GDP就很重要 相对最重要 所以我跟大家讲 最差最差 就是在这个7月份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我讲失业很重要 因为美国衰退之前都会发生失业率上升的事情 对不对 那夜轮为什么告诉你美联储有机会控制通货膨胀 不至于大幅度推升失业 为什么我讲失业很重要 就是美国经济百分之70%来自于消费 所以失业率很重要 好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逻辑 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美股的这个失业 我们没有看得这么差 因为现在全球这个缺工的问题 这是最新的新闻 川普的移民政策让美国国内有这个缺工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夜轮会这么讲 好投资朋友 所以我是要从一些迹象来告诉大家 没有大家想那么差 那现在也有人 这则新闻美国可能经历二战以来最奇怪的经济衰退形态 因为过去的衰退都会出现失业上升吗 可是这次很奇怪 这次失业率在低点就业在高点 然后结果大家认为美国会衰退 其实说这个季度的副成长这有个问题就是什么 激期的问题 因为2020年很差吗 2021年是不是不错 不错的话 那现在要去跟去年的同样的激期去比 那可能就会负成长 这也是数学问题啊 好投资表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内容 就是这个失业的东西 我们看起来就怎么看怎么怪吗 所以我不会认为美国要直接这么快走衰退 但是市场上认定要衰退吗 那我们是不是说尊重市场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你还是要理性看一些东西 大家认为经济衰退越来越机率越来越高 但是他这个专业机构认为不会像08年金融海啸要这么严重 为什么 因为当时是因为债务的关系 因为雷曼的倒闭 对不对 那这一次衰退的原因是因为通膨 通膨的事情不是债务的问题 所以这次的任务 这次这样就算这样稍微趋缓调整 我也认为是轻微的 对不对 今天最新的新闻来告诉大家 全球企业的负债下滑8年首限 包括我们台湾的这个中小企业的欠款债务 今年也减能幅度蛮多的 好像25%的样子 所以其实投资朋友 我要告诉大家 这次也不至于会发生什么特别的债务问题 除非一些奇怪的国家 像斯里兰卡 对不对 不是有些新闻提到 或者是有些萨尔瓦多 把他的国币要换成比特币 然后跌那么多 那这种比较特殊的 这个经济体不是很大的 我觉得影响是还有限 那重要的国家看起来是还好 所以经济东西 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个美国的家庭储蓄的事情 储蓄率其实也比 过去来讲还要高 所以有机会去对抗这个 经济景气或高通膨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没有到大家想的那么差吗 对不对 那什么东西意外很好 我们可以看一些新闻 好来 你看一下 五月招聘需求 保持强劲 这是美国的经济数据 五月工产订单增长加速 这都是今天最新的新闻跟数据 来 德国的制造业订单意外增加 他告诉你意外 但是你看股市 其实跟台湾也是一样 这里下来之后 对不对 然后 投资朋友 那是不是跟台湾的股票市场很像 最后一个杀在最低点的黑黑棒 那现在一半都已经吃回去了 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也是最新的 我说美国最重要是服务业 对不对 美国六月的服务业活动意外 你看新闻都告诉你意外 就代表大家都预测都认为会下去 但是意外保持增长吗 投资朋友 所以我的结论是告诉你 我告诉你这个美国家庭储蓄 有些东西看起来会是意外吗 究竟是意外还是大家太悲观了 这个答案留给你自己好不好 因为你从前面东西 逻辑推下来 你就知道说投资朋友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差 但是大家把它看的很差 然后股市也跌的有点夸张 那东东西实际出来没有那么差吗 所以我们认为经济景气他要转弯 他是需要时间的 那股市他已经是有点剧烈波动 跌过头了 这是老师最近跟大家讲 那后面会不会衰退 我们也不知道吗 但至少现在也没有到 大家想的那么差吗 好 所以前段我跟你分享的东西是这个 再来这个景气的东西 我在周六跟你分享 中国是制造业的大国 对不对 他会领先美国的存货 大家不是在说现在去库存吗 那我是告诉他蓝色圈圈 是中国新订单 减掉成品库存 他会领先美国 大概两个季度 所以你可以特别去注意一下蓝色圈圈 跟黄色圈圈 蓝色圈圈是中国 那现在中国 我已经告诉你 他已经回到零轴以上 他已经回到零轴以上 中国跟美国都是消费大股 那制造业 中国又是很重要的大股 所以如果这个中国的制造业 新订单减掉成品库存 他已经回到零轴之上了 那他会不会领先美国的景气 这是我周六告诉你 有些人领先东西已经上了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东西 我认为市场上 真的是有反应过度的现象 有反应过度的现象 中国我告诉大家 最差是第二季吗 这个也是我们认为当时 没有那么看 把钢铁看的那么坏的原因在这里 最差在第二季 其实你也看到了 也是反应在前面 第二季 投资朋友 那他其实股市 已经过了第二季的高点了 持续性的上去 这是六月底 制造业会有库存 这个也是我在四月中告诉大家的 其实会调库存 PC 消费电子会不好 投资朋友 我是有在跟投资朋友做报告 第二季 本来就看保守电子股 这都是老师有讲的东西 美国最重要的不是制造业 所以制造业调库存都会发生 但是我觉得新闻媒体 有把它写到真的蛮严重的 让大家很害怕 那我是告诉他 美这个制造业的库存 调整 股市回回档 都是一个比较短周期的回档 中国砸了多少钱 做这些货币宽松的刺激政策 你可以看他砸完钱之后 后面的股市是上去的 如果中国经济景气 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 你陆续看到这些的消息 对不对 上海用电量恢复九成 这都是经济好转的现象 这些的大放水 逆回购的事情 一路的 我从4月份一路跟大家讲到6月份 隔离的政策 提升经济的 然后PMI制造业 开始回到50以上 这是我周六跟你更新的 中国服务业 PMI也回到创11个月新高 这都是证明我在5月中告诉你的 中国的谷底就是在第二季 所以美国在非常不错的地方 大家认为会衰退 但是中国最差状况过去 中国要上去 那全球最重要的三大经济体 中国美国欧洲 我说欧洲看起来比较有问题 但是你看他德国的资料 其实也没有到那么差 没错吧 所以大家是认为后面会很差 那实际出来没有到那么差 而且也跌了一大段了 所以中国要发债筹资 要做这个基础设施的项目 这是在周六的新闻 对不对 然后我告诉你 美国跟中国现在都要比拼经济 所以中国做了多少事情 所以我告诉大家 钢铁股 我们6月 5月底6月初那个地方叫大家减码 我们是留钢铁 因为我真的认为跌的真的有点重 对不对 那当时如果也卖 那是更完美 对 但是你可以看 我们还是跟大家做追踪嘛 钢铁业者的看法都是八九月份之后 应该都是是不错的 那股市会走在前面 所以你可以特别看 高盛把铁矿沙的目标价往下降 降了之后 你看到中钢是没有什么跌 到现在的报价 你也可以看到中钢还是在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特别去注意一下 5月底6月初这个地方 至少投资朋友 我们这里不会去 叫你去追吧 那我的认为是真的是跌的乖离幅度有点大 而且中国的景气 我还是跟你强调 钢铁跟对岸的景气是最大的关系 所以如果对岸的最坏状况过去的 投资朋友 那我认为钢铁股这个地方的看法 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没有要你去买 但是我认为至少这个地方 你也不要去乱砍 这我的看法 如果你受不了你要砍的 那你就砍一砍 这我节目告诉你的看法 好不好 好 那我跟大家讲最新的一个一些的资料 这是国际的涅价 那涅价跟不锈钢耳关系吗 你可以看到一月份的涅价在两万二美元 一公噸 两万两千多 现在的最新的到七月五号的资料 他同时他已经回到了一月份的这个地方 好 那你可以去比对一下 钢铁股 跟一月份 他其实最近调了盘价 调上去又调下来 但他还是有一定的利差 那这是他基本的净料的一个成本 涅的净料成本 所以都没有那成本降低 他还是有一定的利差 再来我告诉大家一个最新的新闻 就是我下午 在整理资料的时候 这个新闻出来 中国 考虑提前明年地方专款的 这个债的限额 大概要做1.5万亿的人民币 大概是2,200亿美金 2,200亿美金 那就是在下半年要提前 启动发行 那这个部分就是告诉你要去加大基础设施 要拼经济 所以这个东西下去 新闻下午的新闻 在老师整理这条新闻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新闻之后呢 这个是铜价 铜价在 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马上拉出这根中长红 铜很重要 铜是反应景气的东西 电子材料都会需要用到铜 所以你看市场上认为景气会衰退 跌这个一大段 好 那中国要做这个事情之后 来铜价开始涨上来 所以基本金属这个地方 大家也可以去期待一下 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反弹航行 好不好 那你要怎么做 看你自己的 我们没有鼓励你去买 好不好 我就是跟大家追踪我的看法 那股票之后怎么调整呢 会员就看讯息 好不好 我就跟大家分享 中国景气 跟这个最新的一个政策 好 所以呢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通膨的事情 一切源头就是通膨嘛 我跟大家讲的通膨 才要升息嘛 才会有债券值率飙升 才有估值的调整 然后再来就是去杠杆嘛 那这个预测数字 其实都在下滑当中 这是在7月2号周五 7月份的CPI 这预测都是在下滑的 克里夫兰的预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6月份 就在下礼拜要公告的 那你到6月底7月初的时候 你看到汽油原油 天然气小麦都是没有 6月份都是大跌 6月份都是大跌的 那下礼拜所公告的CPI 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这个柱状图这个地方 就是去年的6月份 这里的基期他已经拉高了 所以现在的一个通膨出外 投资朋友 这个基期拉高的状况之下 下礼拜所公告的通膨 加上这个东西的下滑 也有可能是下滑的 投资朋友 因为去年6月基期相对高 它是年增率的概念 今年除以去年6月份 所以通膨我也告诉你 这是最最大的源头 在这里 金融市场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这个东西 好 所以呢 结论告诉你 第二季本来就是通膨 大家的预期的高峰 在这个地方 后面会慢慢的趋缓下滑 下滑速度 快跟慢 我们不知道 基本的食品能源价格 已经下来 大家因为缺晶片 很多东西缺晶片缺货的关系 现在晶片不是也告诉你 成熟制程什么驾动率 已经来到了什么 九成的保卫站了 晶片没有那么缺 有些的 有些的 商品出货 已经慢慢是没有问题了 比如像网通 营收数据不是很好吗 所以如果晶片的东西 也没有那么缺的时候 投票 这些主要的塞港的问题 缺晶片的事情 还有食品能源的东西都跌 那这就是告诉你 通膨在转折点 所以这都是我过去跟你分析的逻辑 好吧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 有些的经济数据的资料 看起来意外的不错 所以这是美国知名的财经节目 Dream Crayman 他讲什么 他说经济停滞而不是衰退 就是我告诉你的 如果他是稍微的调整 趋缓 不是到衰退的话 投资票就是一个趋缓 他这里有讲了吗 导致停滞 然后变成经济之后又重新加速在网上 就是我讲的趋缓之后又走扩张吗 这个就是联准会所讲的软着陆 所以他告诉大家 如果他只是让经济稍微停滞不前 最后再加入加速上去的话 那股票市场可能走高吗 这是我们原先的东西的看起来 在充分就业的地方 对不对 失业率这么低 我们认为景气 联准会要打通膨 那这些他确实会稍微趋缓 但我们不至于认为会变成什么大萧条吗 对不对 美国的知名的分析师也是跟我一样的看法 那你就去看一下市场的反应 对不对 6月25号我跟大家讲 利空测试市场是我们的观察点 我刚刚是都跟你讲那些利空测试 摩根大通这边预测什么 如果通膨趋缓的话 标普的指数年底可能发生在4800点 就是在标普标普今年的高点在4800点了 大家担心的是通膨的事情吗 通膨如果下来联准会政策 不一定会升到这么多 那很多东西就会改变 好不好 所以源头要先清楚 那我讲了利空测试 你要记得我跟你讲什么利空测试 上周五有这个美光吗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在周六跟你讲美光的事情 美光的财测把它下调吗 你再陆续看一下有些人一个迹象 这个是美光的报价 昨天晚上的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到他公告这个 财测下修的地方在这里 他是往下跌 跌一天而已 跌一天之后收敛 现在那个高点已经站回去 那这是我告诉你的利空测试 市场的反应是什么 预期已经反应了吗 大家明白吗 这是美光吗 这都是我们现在在跌很多之后观察的点 就是这个现象吗 再来重要是比特币吗 对不对 比特币真的跌很惨 这是最近这一个月的比特币的走势 投资票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比特币他已经接近 快半个月都没什么跌了 守住2万点已经一段时间了 破了之后站回去 破了之后站回去 比特币是我们观察这个风险资产 去杠杆的一个重点 他在这个地方也都不太在往下崩了 然后又有这些的现象 所以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们看美股的一些现象 就是跟投资票做分享 利空测试就不太跌 6月16号就已经美股先见一个短期低点 对不对 啊是不是去杠杆 融资是不是去杠杆 都减肥成这样了 都已经减少20%了 台湾也是一样啊 我也告诉他融资维持率啊 其实都有这些的现象 但是他还是跌吗 那有时候太过头了吗 所以我用这个2020年的新冠股灾跟大家讲吗 维持率到130以下 其实通常都是两三天的时间 对不对 很少见 我也跟大家比喻这次的情境 比较像2015年吗 你会看到现在越来越多人跟你讲 现在行情会像2015年 投资票我在一两个月前就告诉你 如果他修正的话 那情境会比较像2015年 因为当时也是要收QE 当时也是要升息 那当时的这个融资杀 杀到150以下来杀三坡 这次更扯 这次杀了四坡 我这边那都已经跌到这个程度了 都已经跌到这个程度了 那你认为分析师还要在节目上跟你恐吓说 即将崩盘 你赶快卖赶快停损 我这边我们都是站在你的角度来告诉大家 过去经验是这样 对不对 以后我讲话我也会谨言盛行一点 好不好 因为我真的对观众真的太好了 我其实节目就讲看法就好了 我不需要给你什么建议 啊我给建议之后还被人家拿出来骂 我们经验怎样就是告诉观众怎样 好不好 这都已经掉到130几了 这里我还要再跟你恐吓 叫你赶快去去追空 好 所以投资票 那你就自己看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都已经融资断了 那大家担心发生金融海啸 我也告诉你 不会发生金融海啸等级的 重要是美国的这些银行压力测试 很严格的标准 失业率来到10% 房地产跌4成5成的 股票跌腰斩55%的 这个 压力测试都过了 没有什么债务的问题 我刚才告诉你 结果现在股市跌的是跟债务 跟那个金融海啸是一样等级的 对不对 一季的下跌 超过过去的三次危机 这次跌 真的跌的比过去金融海啸 一个季度跌的还夸张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的一个状况 大家多恐慌 对不对 那你冷静 还是看一下过去一些历史资料 上半年如果跌很多之后 下半年怎么表现 我也是拿出资料告诉你 大多数是涨的 过去这100年的例外是什么 这4次吗 我是不是告诉大家19 1920年上半年跌很多 下半年还去继续重挫 这一次是那时候是大萧条吗 1966年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忘记了 那1973年 是什么 就是 停资性通膨的时候 08年是金融海啸啊 好 所以呢 投资朋友 这也是从国外的资料去找的 下半年的行情 你也可以稍微参考这个图 好 那我也有告诉会员朋友 我的看法是怎么样 这一次的走势呢 国外的 知名的财经节目 他去比对一下 他说今年的走势 比较像1973年 1973年 蓝色是1973年 啊 这个是2022年 因为刚好都有通膨吗 啊 走势都很像 对不对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去比对一下 其实我为什么跟大家讲 7月的行情 我觉得是相对安全的 美股看起来 都是吻合我所讲的吗 那这里是不是这样拉上去 那现在是不是也正在走这一段 那后面会不会去做什么回撤 这个我不知道 那你可以去参考这个走势 我已经告诉会员朋友 最差在7月份 9月份要怎么做 会攸关于后面的行情 然后 还有今年要选举 所以至少跌一跌 这个地方很有机会 是个相对的低档 然后有机会打底 至少有一个中期反弹的看法 这也是我的看法 后面到底通膨会发生怎么样 还是景气会怎么样 这个要追踪 跟物货战争有关系 好 所以这个路径图 今天跟你做个分享 好 所以希望对你有帮助 将来的一些东西呢 老师会尽量放在这个APP里面 好 所以观众朋友 你记得去下载 苹果或Google 然后你搜寻老师的名字 然后你完成手机的验证 你自己设定的账号跟密码 注册成功之后重新登录 就可以了 好 因为我之后节目要缩短 我就是重点都放在里面 好了 老师也会需要找新的人来帮我 因为有些东西我真的是来不及做 做节目也都做比较晚 好 所以我将来会尽快 一些盘中数据的导航 国际的概况 一些的一个产品 包括我们之后会讲一些 比较有价有量的股票 我们可以在这个五报里面讲 但是我这是不会给价位的 因为价位是会员的权益 那我会跟大家再做一些预告 一些操作的验证的部分 我也都尽量放在五报里面 你有兴趣 你可以来看注册 五报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看到周二 我在个地方就跟大家讲 盘中的数据怎么样 你都可以去验证到我们带会员 透过什么工具 开高会知道不能追 盘中的转折点怎么抓 好 那昨天晚上我们也第一场的 这个互动教学的直播嘛 对不对 总共有找了17个问题 网友问的一些的新手啊 产业研究啊 技术分析啊 价量啊 那我们昨天都有录 大概一个小时的直播 你想看的都还留在这APP上面 你都可以填表注册 你都会来看一下昨天的第一场直播 网友问了哪些问题 可能也是你的问题 好 那我们八月份会变成这个持股见诊 那也有可能一半是回答网友的问题 一半用见诊的 那直播就是45分钟 之后我们也会订这个题目做教学 也都是放在上面的 这都是非公开的直播 在APP上面才看的到 好 所以邀请你 如果你想要体验这个东西 在下载APP之后 这个地方有按钮 中间指示按钮 你点下去 然后点选申请 填表之后送出 我们服务人员跟你做联络 你们互相加LINE之后呢 好 那我们会帮你做开通 为什么要加LINE 我也告诉大家 因为方便后面的一些服务 如果要传送什么资料的话呢 加LINE会比较方便 我们官方的LINE呢 其实 人问的人太多了 这上面我们是没办法回 所以我们都请专人去协助 好不好 这边是让你去回报一些的 可能APP什么问题啊 或者是股票问题 我们就请专人跟你联络这样子 那大家怕诈骗集团 就一定要下载我的APP 因为老师将来不会在外面 邀请你加我的LINE 如果你要用LINE来问我一些事情 那你可以在APP上面点这个自灵咨询 那这个点进去打开LINE 就是我的路径 那这是正确的 所以一定要下载APP 其他功能 我们的呃这个直播跟文章 也会在上面做通知 那五报跟教学是要申请的 邀请同志朋友 你可以去做一个提出申请 记得手机下载之后要打开通知 我们这个直播通知 你还可以立即的收到 好不好 所以这是一个给忠实观众的服务平台 将来的都的资讯 我们都尽量放在上面 影片下方有这个链接 你可以点选 也可以做下载 或者是直接搜寻 google 或者是这个AppleStore 搜寻我的名字 就可以下载 扫描标签也可以 这工商服务一下 那也记得订阅老师的频道 手机打直 右上角叉叉叉 点掉之后 来这里帮我点订阅 那请帮我按赞跟分享影片 好 订阅老师的频道呢 将来行情 大家也知道 我尽量用大数据跟大家讲 那我文章跟五报 尽量就是之后 都会有定期提供这些东西 所以呢 投资朋友 我是有提醒你卖股票的 透过什么数据 指数在涨 多方股票加速被离 所以包括产业的讯息 现在都跟你讲 已知的坏消息 手机啊 PC不好 老师在二月份都告诉你 联发科的事情 联发科 告诉你 今年手机不好 叫你1100块要卖 对不对 电子股第二季 我为什么看保守 因为通膨成本上升的事情 再来 这个也很重要 老师 因为第二季电子股看的比较保守 所以我告诉大家 你资金用五成就好 我想这个已经是帮助你很多了 我认为没有会跌到这样子 但是资金控管 我们该看的东西都有提醒大家 对不对 所以这你可以避开吗 那当时也真的跌电池涨钢铁 这也是没有错的 所以4月中之前投资朋友老师的看法是没有错的 4月中之后是因为这个中国封城的事情 遇到事情了 那我们当时看 其实股市当时也没什么反应 因为3月底就传出来了 所以今年的行情真的有点比较难掌握 那既然我们如果有些的操作 的部分 我们都会定期去做检讨的 我们内部有在做检讨 将来如何去做的更好 这老师会虚心去做检讨 好不好 但是你可以看我节目 我该提醒你也提醒你 过去的转折怎么分析的 11月6号叫你要卖的 这里贪然叫你要卖 美股在相对高点叫你要卖 对不对 开红盘这个地方 2月9号 我有叫你要卖 所以我是有提醒你要解码股票的 5月底这个地方 我是告诉你不要追 叫你不要追 要解码 这字幕都没办法骗人 我解码什么股票 我节目都有讲 像森达科森帽 这里告诉你不要追 拉上来这个地方投资朋友 这里量缩掉 结构不太对 我都告诉你要卖 6月7号告诉你要卖 6月8号大涨 你刚好可以卖在相对不错的地方 那这一段下跌投资朋友 你可以避开的 所以我们是有提醒投资朋友做解码的节目 6月7号这里叫你要解码 我都已经告诉大家 当时我解码什么股票 我节目都有讲 我节目都有讲 不管森达科和蕾 这都重复的 当时我们都有建议卖的帽连 对不对 风力发电有做的 上尾投控 当时有做的 有卖的 6月10号这里解码一半的 然后6月14号出清的 这都有讲 太阳人的元金当时也有卖的 对不对 都是6月7号 包括联合再生同个族群减码掉 因为量不太够会回撤 所以这个都是当时6月7号有讲的画面 后续再跟你讲 我觉得有机会的时候 这是联合再生 6月23号 所以这个是这中间的过程 所以我都快快带过了 然后我告诉大家台湾的电力 他要做除能 我讲中心电48.95 对不对 涨到五字头 行情不好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些股票 第三季要做的重点 这个太阳能 因为电价在9月份还有可能涨 这是整季第三季里面相对有机会的 所以你到现在你可以看一下 这些政策方面的 这个是中心电吗 也是相对强势啊 五日线十日线月线以上的股票吗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这段时间行情 跌成这样对不对 这个是联合再生啊 22.5啊 今天也是拉长下影线 好 所以你认同老师理念的邀请 你可以跟上我操作 我刚刚是告诉你 其实我们是有叫你卖股票 有解码该做的我们有做 好 所以认同理念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看投户节目注意要看到抠讯 哪一组会员买什么股票 这个都是看抠讯的重点 节目有预告的 然后有抠讯的 做追踪的过程 这是新唐吗 对不对 隔天继续大涨的 利多消息3月底出来卖掉 我这里是跟你举例 你看我节目够久的 你也知道我们都是这个顺序 卖掉也跟你讲 最近预告有做的来台办跟致意 对不对 台办节目有讲的 这个都是我有讲的过程 然后会员有卖的 这做解码的 然后我们其实没有看那么糟 然后我们就是那边先做减码 结果后面跳空跌 老师停损 我也是跟你讲台办我停损 所以我的股票 很透明的 对不对 致意我们做两趟这个地方先卖的 6月16号 这里卖 拉回6月17号我有再买 124.5 然后台办当天有加码 所以才会分两次卖掉 致意涨上来的 然后我后续卖掉的 卖掉之后我就没有接回来 所以网通是老师在6月份就告诉你 与智跟智邦 这也都是我有做的 今天强势的股票 智邦跟森达科 也都是网通相关的 我待会来跟大家讲 哪些是有价有量的强势股 你自己做参考 所以投资票 网通这个东西 因为晶片比就 拿到晶片出货很顺 营收数字不错 投资票 我是在一两个月前就跟你讲 好 所以我们对于产业的掌握 你可以去 长期去观察 与智 这也是网通的小型股 这个地方卖掉 70点多买的 没有赚很多 当天还有到76 还是77 那小型股跌比较快 所以价格那时候网路也有问题 卖的价格没有算很漂亮 少赚了 省准有卖掉 成本附近没赚钱 好 所以这在我的五报上面有公告的 所以有些股票我在五报上面 我原来都是注册信赖我的粉丝吗 好 来 那我就跟大家追踪一下今天一些重要的 讯息 讯息跟新闻 今天半导体大涨 最主要跟这个新闻有关 就是美国施压这个 艾斯摩尔的DUV 可能不要卖给中国了 那他们在于这个成熟制程的扩产 就会有问题 这个是接下来很重要的 你要去做追踪 因为假设真的发生的话 那这个 这个晶片的这个驾动率的部分 可能又要拉到蛮载的 这是今天半导体大涨的原因 但是现行架构 这个还不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的一些股票 只是告诉大家这个讯息 我们可以去做追踪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那晶片可能还是会缺 再来股王大力光 老师在周六 上礼拜跟大家讲的 苹果在9月份的备货 一样是9000万之道 1亿值 这跟去年差不多 那9月份要发表 什么时候会拉货 我是不是告诉大家7月份会拉货 所以7月份关于电子股 跌了这么多 那 那平概股通常是要在开始拉货之前 你就要做了 那今天就有这个信息了 对不对 大力光 他亮灯涨停榜 那他告诉你什么 7月会剩6月吗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 林恩平是老实数吗 所以我今天先跟大家讲 第一个 第一个族群 来 有价有量的 技术面还不错的 你自己参考一下 今天 因为今天的行情是一个有稍微粗量 粗量之后呢 盘中预估量原本就到2700多 最后就输到2600吗 那你看他粗量之后是有站回去 昨天高点 至少这个地方有这个机会 好 那 今天的这个强势族群 就是光学的部分 他有个族群的 第一个是 大力光吗 他是龙头的涨上来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些的现行 大盘今天如果指稳的话 那你要 这时候你就要观察什么强势股 是领先转强的 那有个族群是最好 然后如果有题材又更好 就像我讲的要拉货吗 所以大力光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他已经先过六月的高点 那他是这个族群的领头的吗 所以你看到这里面还有什么 三四零六玉金光吗 那这个现行你也可以去比较一下 跟很多股票的现行差很多 这个时候我就不会跟你讲这个连电 你看这差很多 这个都是只能看跌升反弹 如果这里行情植物你想强反弹 你就要找类似我刚讲的这种 比较强势的 今天有稍微表态的 比如像玉金光对不对 龙头的这个 大力光 这个是有的 再来另外一个 筹码有点嘎空的 这个是 哎不是 3504 阳明光 你不用现在去追 你可以去列入你的口袋名单 好 所以光学是一个机会 再来 网通的对不对 网通 网通老师刚刚有讲这个吗 这之前我讲的吗 这题材还是在吗 就是营收数字是不错的 为什么 因为之前缺料没办法出货 现在都已经拿到晶片都可以出货了 所以网通 网通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网通的部分 我这里有写了几支 你自己参考好不好 2419的 你也可以特别看一下都是过6月高点的股票 领先强势 出大量了 你不用追量说 你考虑 这是重期 比较低单价的 再来 有族群的对不对 3047 逊州 这我都还没看过基本面 从现行架构跟你讲 我要告诉你这是有个族群的 对不对 这也是过6月份 6月底的高点在这里了 但是他是已经先转强了 还有什么 3380的 明泰 对不对 这次也过6月份高点也站回去季线了 这是有族群的吗 5353 台零吗 这之前报过大量的 但是也是告诉你这是一个族群 你自己去参考你要做什么了好不好 5388中雷 对不对 这次都比大盘强 有个族群 这些都是网通的 所以我今天先跟大家讲 讲到这些 其他有机会的我就放在五报里面 所以你可以特别去注意一下 老师告诉大家的 5月底我跟你预告机器人 广机 都是没有40几块就找给会员 包括像化汉这些股票 这是我跟你追踪的过程 上一集的节目我告诉大家 工业电脑也是一样 跟网通概念是一样的 过去因为缺料的关系 都没有晶片 所以营收数字都有掉 现在消费性电子大家担心 但是有些的产业在第三季不错 像IPC 就是我讲的是工业电脑的部分 广机涨多了现在震荡 但是现在有其他的机器人开始转强了 你看像新汉 订单看到年底 那这也是最新的强势股 所以工业电脑他也是一个今天 有强势的族群 比如说 刚刚讲的这个 还有什么 这是8234吗 对 我今天跟你讲有族群 对不对 他是过6月高点的股票 出大量的投资朋友就不要追 其他的你看哦 以前我们讲过这个6188的广名 这是机器人的 这也是修正很大一大段之后 低档出量的股票 所以今天的一个很关键 你就要找一些类似这个股票 对不对 8050的广机 这里 这已经很强势在震荡了 所以这是同族群的机器人的 你自己参考 你自己参考 好 我跟你讲有价有量的 有族群的 所以机器人这是我之前讲的过程 5月底预告的 对不对 上瘾 上瘾的看法 我今天五报里面有写 这边我也都先保留 再来工具基金也是看成长的 上瘾最近震荡是因为现金增值 看法是如何 如果你有你有上瘾的 那你可以填表 来看我们五报 我已经有写关于上瘾的 将来钢铁的讯息 我也会在五报里面讲 OK 所以将来的服务就是这样子 我会把它做个区隔 我会把它做个区隔 你认同理念的 你可以跟上老师的操作 老师的会员服务很单纯 两组 普通跟特别 扣讯带五档以内 我都讲很清楚了 额外入会员音音 然后准备投资名单 每个礼拜会准备 放在我们的会员专区里面 这是给会员的服务 投资名单我们都会给价位 会员音会告诉会员 目前的盘式跟什么操作 我看好的方向 我都有定锚 一个产业的方向 我都是先定锚的 我做的在这边 你看到机器人在这里 之前做的东西都在这个地方 投资名单你可以去验证一下 五月中我跟大家讲的 当时行情断完投之后 我觉得有机会指纹 我告诉大家有些股票先止跌的 我今天告诉你的 也大概是类似这个概念 也大概是类似这个概念 现在行情如果稍微有直温反弹的话 你要去找强于大盘的股票 我刚刚告诉你的就是 这方面的一个族群 啊 那我这里有准备一些族群 好 所以如果说你想做的 你想换股的 好 那大概你要先从这个逻辑 你可以自己去找 那五报我也会行 好 这是五月中可以讲的育龙 41块钱 所以你可以去比较一下这段时间的行情 不太好 育龙反而涨上来 到这一天我告诉你不要追了 6月23号 好这里已经报大量 所以也是一样意思 刚刚告诉你那些族群 他是今天走出来有个族群的 如果已经出大量了 那你不要追 但是你可以列在口袋名单 如果他量缩回撤 那你想做你可以考虑做 也祝你大赚钱 你不会做来找我们做 啊什么真的可以做的 我们给会员的投资名单都会给价位 都会给价位 这是会员的一个权益 所以你想做的 我刚已经跟你分享几个族群 你自己参考 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下筹码面 现在最重要就是法人的筹码什么时候回来 因为这个地方明显是 明显的在这个位置 在这里要跌破大概15500的这个地方之后 法人的筹码开始有多转空 这里我认为有机会逐底 是因为当时的都还没有这些避险 对不对 这里开始转成避险部位之后的行情就一路跌 然后你都看到一些坏消息新闻 那也可能是这些秃鹰放给你的新闻 那目前当然你看到昨天我跟大家讲 外池已经开始回补 回补空单吗 昨天补了5000多口吗 今天又补了大概两三千口 所以这里人家已经在回补了 选择权的水位也开始稍微上来了 所以这里的看法 如果明天是再跳空往上的话 那他就有机会走一段反弹 反弹到哪里 我有告诉我的会员 所以这里投资朋友 我提醒大家 还是先看反弹 还是先看反弹 那我认为经济景气也没那么差 有没有机会回升 他需要一些条件 我们也会去做追踪 所以这里如果有机会反弹的话 那你就先以反弹的行情去看待 看怎么做 有空闲的钱去买比大盘强的股票 那有些股票你要强反弹 手脚要快 那我们有设定一些股票 所以你想操作 也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所以行情的部分 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今天节目对你有帮助 影片下方点标题 下面声描连结点选 右边表达写清楚 持股问题 你可以写清楚 那上来到哪里该卖 你都把你的股票写清楚 我们尽快来协助你 那你也可以 下载APP 影片下方点标题 也有这个连结 下载APP或来电26538299 将来的服务 我就不要多放在这上面了 那直播时间 老师将来就是尽量真的准时 然后控制大概在一个小时以内 或是15分钟左右 所以这张东西的内容 一定会稍微变少 那我就尽量在文章或五报里面 去做一个分享 好不好 所以邀请你一定要下载我的APP 那这里 行情我已经跟你先定调 有机会反弹 谈上来哪些股票该卖的 啊你空前的资金 老朋友不要去摊贫 不要去摊贫股票 你要找有机会的强势股 我刚刚已经跟你分享了 对不对 有族群的像工业电脑 或者是这个 光学的 那光学的题材 大概跟这个元宇宙 不就有这关系的 车用也有涨一些股票 还有网通的 或者是光通讯的 太阳人 大概这几个 有个族群 你都可以去找 那想操作的话 我们会准备投资名单 所以希望今天节目对你有帮助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那下一场直播 我们在星期六 来跟大家做见面 好 所以谢谢各位 那音乐结束 我们再来跟投资朋友打招呼 好 谢谢 拜拜